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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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同學 大家好 又回到了我們全球論文門第一屆辯論大賽的現場 好 我們這個辯論會會持續每年的這個時候 我們就會辦一場直到水落石出 不然的話我們會辦到2049年 會辦到第50屆好了啦 我再多稱一屆 到2049年剛好到50屆 好來 我們現在先來請 陳學勝委員 有什麼要質詢的 陳委員 我很想問小英總統他 怎麼那麼厲害把我們這幾個人都變成笨蛋 大家都認為說你們是被利用的 你們都看不清楚事實真相 怎麼還陷在這個泥造裡面 不懂得拔出來 這一點我真的很想問小英總統 你怎麼那麼樣的厲害 我心裡有很深的感觸在 因為在座各位雖然我們都來自於不同的這個政治背景 可是追尋真相的這個決心跟熱誠 我們從來沒有改變過 但是相對的在這個論文事件當中 我們都感受到來自於同儕的壓力 在立法院113個委員 只有我一個人一直認真在追 那這件沒有連任之後 立法院就沒有再有委員去提這個事情 我很納悶 為什麼沒有委員會關心這麼一件重要大事 而且是總統的大事 那在座各位幾位教授 你們所處的團體 尤其在早期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你們所處的環境是格外的艱巨 你們打拼的年代是小英總統所無法了解的 可是今天你們竟然在你們所處的團體裡面 你們會被變成異類 一定有很多人跟他講說不要再追了 現在台灣人做總統不要再不下去 不要再受到中共的壓力 不要再被紅色陷阱所蹤跡 在座各位 我們這一輩子的努力會突然會覺得 好像是一個鬧劇一場 從追逐台灣的從新聞自由 政黨自由一路過來 到今天百花齊放的結果 表現上看起來台灣自由了 但實際上 卻是另外一個新的威權統治的開始 而在座各位 你們從來沒有改變過 你們追尋自由的 尤其台灣 一個完全 一個自由社會的態度 都沒有改變過 但台灣現在 台灣人已經執政了 民進黨也執政了 但為什麼言論自由反而更加的限縮了 而且在自己團體裡面想講真話 突然變成異類 變成少數的人 我相信不管 王太太老師 賀德文老師 林環牆老師 同律師 在座包括陽線 我們那麼多人走過來的 過去一起在不同黨派 為台灣一起努力過的人 今天突然我們變成少數的異類 而且被大家叫成傻瓜 被當成趕快閉嘴的人 我覺得小英真的很厲害 你真的讓台灣人覺得我們很笨 這一點我真的很想問小英總統 你怎麼做到的 但是小英你在怎麼搶 兩任就是八年 2024我希望下一任總統 不管哪一個政黨 你可以很快的 就把這個機密文件解密 讓剩下大白 要我們活到2049 對不起 要活30年 是一個很高的門檻 為什麼需要等那麼久的事情 我們再撐個4年 2024 希望有一個結果開始 所以這是我很深的感覺 但是雖然我們 在自己的同才裡面 我們是少數 但我覺得我們站在歷史正義的一方 站在歷史良心的一方 所以我很謝謝所有在座 我們曾經一起努力追尋真相 所以我還是很感謝在座各位 你讓我在立法院留下一份官方的 公聽會的文件 這份官方歷史的文件 歷史的良心 謝謝大家 這是我們一起做的 真正的一本論文 而且是真實可以經過考驗的 以上謝謝 那因為後面有事情 我要下線 但是我要謝謝所有的老師 這件事情 我們會努力到小英這任 卸任為止 我們越來越快找出真相 我們要找出歷史良心 謝謝大家 感謝 謝謝陳委員 我請代表總統府發言 就是小英總統你為什麼這麼厲害 可以把我們這些所有人都變成笨蛋 我代表總統府發言 你們就是笨蛋 因為沒有關係 我們很開心我們當笨蛋 因為當年切利略 證明這個 不是地方 這個月圓 也是被人當成笨蛋 有什麼關係 而且 不過我想重點是 陳委員 絕對我們不是少數 我真的不騙你 我前一陣子 我在台大的一群同學 當時的畢業同學 一個聚會 很多人 所有人 每一個人的立場 我們大家其實都很清楚 有藍的有綠的 甚至有紅的 在中國經商 因為這次的關係 很多人都回來了 沒有一個人 沒有一個人 席間沒有一個人 站出來說 蔡同學的論文是真的 每一個人都說 你真無聊 你還有講嗎 那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你還能講一年 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答案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進入今天的 結辯嘛 結論的時間 好 我們現在 讓大家暢所欲言 合格言而至 我們先來 童文勳同律師好嗎 OK好 我想先謝謝這個 王太哲教授的鼓勵 他這個 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我們在追這個事情 的確我們今天就是一場愚人會 我們就是一場愚人 愚公愚山 那 王太哲教授希望說 我們可以把這個整個故事啊 可以寫成劇本 變成是電影的初搞 也許有一天 有人真的可以拍電影了 那我現在正在做這個努力 就是新的書是總統青春故事館 我希望能夠當成電影的初搞 也確實有這個企業主跟我講說 你為什麼不用 也許先用眾籌的方式 先拍一個微電影啊 這個是接下來 可能要努力的方向 就像這個 這次的總統府的這個駭客們啊 所有的媒體都被惊聲 到目前為止 我們就有看到上報有報導 那這個情況就讓我想到 電影 The Post 就是華遊密戰這個電影 這個情形 我們是連50年前的美國都不如啊 在1971年的時候 那時候的美國的大法官會議 就以什麼樣的原則為原則呢 就是媒體不應該為政府服務 媒體應該為人民說話 所以允許他們去publish 是屬於政府機密的 跟越戰相關的政府的 自己的研究報告 他們到底做錯了什麼 這些東西都可以被報導 不是說總統今天守不住機密 他就不能夠沒有資格當總統了 我們也沒有辦法面對自己的錯誤 這個情況 我們所有媒體都被消音的時候 我們只剩下我們這些人 在發出脊弱音 這是不對的 這整個社會在倒錯搖 這是我們真正憂心的地方 雖然說真相永遠是被掌握在少數人的手上 真理永遠在少數人的手上 可是我們並不想當這個少數人 所以我們想把真相告訴大家 非常的辛苦 其實大家都可以放下來 然後去過自己很愉快的日子 為什麼我們要在這邊堅持 就是因為我們看到 人生其實不只是有官做 有錢拿 然後再分封官位 不是的 整個歷史真正留下影響的人 就像彭P剛講的 譬如說潔力略 譬如說我們知道有很多的文豪 有很多在媒體界有貢獻的大法官會議 做下了這種可以影響後世的重要的判決 在台灣我覺得我們這群人正在做這些事 千百年前的帝王 當時的蔣介石有留下任何的意義的紀錄嗎 沒有 他們對我們今天的生活的影響是什麼 其實是沒有影響的 可能400年來台灣的飲食文化 廚師可能都比這一些在位者的影響 對我們的影響還要大 碗粿 還有很多台灣的小吃 淡子麵 這些還是我們的生活 所以我們不要被一時的權勢所迷惑 認為說在位者他就是 吃香喝辣分關 然後得到權勢 無法無天 然後我們應該怎麼樣 逃難 我們應該要開始移民了嗎 這個是有時候你自己在 尤其是看到這一次總統府的這個駭客們 總統府否認說這些資料是真的 它是叫做被駭客了 但是變造之後的資料 也就是說被變造了 但是有真的東西流出去了 對不對 那荒謬的是 如果駭客真的是中共的話 所以 中共比我們還要了解 蔡英文是誰 比我們還要了解 她跟誰對話 要密謀什麼東西 可是台灣人是看不到的 她是台灣的總統 我們不知道她 我們完全不認識她 最後的結論是呼一序 我們還打一個問號 我們可以把我們自己的未來 交到這樣的人手上嗎 可是因為民主制度就是 票票等值 一人要 所以現在的結局啊 我覺得我還是要繼續奮鬥 可不可以在四年 中間就可以解脫出去 如果不能 其實所有的帝王 包括即使是民選的總統 他總有一天要下台的 真相總有一天會大敗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同律師 大家不要灰心 宇宙政經學院同學們 蔡同學做不滿四年 我跟你打包票 我跟你打包票她做不滿四年 我們在海外收集到的證據 如果她有臉把四年做完 我服了她 中華台北兩千三百五十萬同胞們 你會在國際間把臉丟光 大家自己看著辦 這不要到四年了 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蔡同學你會月上國際媒體的頭版 我告訴你 這全世界的媒體 不是都你能掌握的 好 有反台灣的 有挺台灣的 有反共的 有挺共的 有反美的 有挺美的 好來 好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請林環牆教授做結論 大家好 最後我有些感觸 就是說台灣從戰後發展到現在 我們要追求的一個新的文明究竟是什麼東西 我們要的這個有一種雄心 就是我們發展一個東亞一個新興的文明 我們要有這種使命感 而不是說只是說我們要經濟發展多好 然後國民所得成長率多高等等 我們要的是一個崭新的優質的東亞的新文明 就像日本的大和文明 中國的大漢文明 台灣服務磨砂要建立一個什麼新的文明 我們要建立一個新的文明的典範 可是任我們的調查到現在 讓我深深感覺到 我們離那個要建立一個 服務磨砂一個新的文明 太遙遠了 我們有真正的民主嗎 我們有真正的自由嗎 我們有真正的尊重人權嗎 沒有的完全沒有 我們今天的國會有關心論文門嗎 我們有獨立的司法來偵辦 偵訊整個論文門嗎 沒有 我們的文官體系是中立的嗎 沒有 他把他的一些犯罪證據全部都封存到2049年 至於媒體本來應該是扮演獨立第四權 媒體是挖掘資訊、解析資訊、傳遞資訊 有做到嗎 沒有 再來我們的台灣學術界 我們的博士 一箱 博士在人口比例是相當高的 他們都非常了解論文學位是怎麼拿的 但是有人關心嗎 有 但是非常少 非常少 所以說 我們台灣整個未來的發展 我們怎樣朝向一個優質的文明 我們有這種準備嗎 有這種條件嗎 我看需要大家好好思考 另外一個最後一點我要強調的就是說 有人常常說 英國校方都已經發聲明了 說蔡英文有學位了 為什麼我們還要再追呢 在這裡我要強調一點 蔡英文的學位或者文憑在37年前就決定了 我們今天要查了 英國校方要拿出來是37年的官方的正式文件 而不是當代的英國人發表的新的聲明 這不算數的 這不算數的 譬如說 一個美國人朋友 Richardson 他向英國的ICU 訴願 結果ICU訴願的一個臨時的一個回應是什麼呢 他說 他說如果我們追下去揭發整個口試委員的真實情形 會對蔡英文造成damage distress 這什麼意思 這是什麼 不言可喻嘛 對不對 所以說 有人說 英國校方已經發表聲明了 蔡英文就是有學位了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錯誤的關聯 英國校方必須拿出37年的官方文件 如果不行的話 那麼這個論文門就沒有辦法真正的水落石出 當然從我的觀點而言 我的調查 我綜合的各方證據 我已經在去年的獨立調查報告結論說 蔡英文的文憑都是偽造的 蔡英文的學位只需烏有 他沒有博士學位 這是我的結論 到今天依然佔得穩穩的 好 我說到這裡 最後我要謝謝彭教授還有佟文勳在台灣的努力 大家一起加油 好 謝謝林環牆教授 大家加油 那麼接下來我們請王太澤教授做結論 好 首先要謝謝你在開頭的時候介紹我的座右銘 那人是紛爭難解的原因 全錯在忽略事情開始時簡單做得到的頭一步 蔡英文沒有把他的論文拿出來 你看花了彭P多少黃金銀兩 還請專家斷定他的學生紀錄 那一張我一看密密麻麻 就知道這是假的 那是好幾個月以前 彭P還要花那麼多錢 所以蔡英文不僅 但是不僅他不做頭一步 簡單的頭一步 他還預謀 他還預謀 做了那麼多刻意 要別人相信他無中生有的事情 這才嚴重 好 我有四段 我跳到最後一段 時間不長了 現在那個時候以為 兩小時以前就要結束的時候 現在總統府 蔡總統連任就職典禮一定很熱鬧 不要相信那麼多 臺灣的司法改革不在這個時候 不在這個時候的總統府之前 也不在這個時候總統府前 蔡英文第二任總統就職演講稿裡 司法改革在什麼地方 論文有一天水落石突 才是臺灣司法改革真正的開始 結束 謝謝你 謝謝大家 謝謝王太德教授 謝謝他們現在在美國已經是半夜 好 謝謝他們 我非常感慨也非常感動 就是十二點半 對他們願意在海外呢 其實 還包括很多的朋友 剛才我講那個像鑑定報告啊那些東西 其實很多海外朋友們出錢出力完成的 他們已經離開臺灣很久了 孩子 孫子都已經在美國成家立業了 還是對自己的故鄉 心心念念 我記得有一次我在節目中談到台北的天空 有幾位朋友在海外的 在英國的在德國的都寫信給我 他說他們聽到那個哭了 因為他們真的是心繫著臺灣 那他們願意這樣子而且不怕得罪人 挺身而出 比起今天我們cue到了那十幾位 在鍵盤上 在網路上 不斷的發言 運用詮釋 不斷的阻擋我們 抹黑我們的人 卻不願意站出來 光明正大地說 他們有什麼理由支持蔡同學 兩相對照之下 人格的高低 還有手法的優劣 就已經非常清楚了 好 那這一些事情呢 很多人問我說 接下來怎麼辦 我想接下來 媒體跟法律 是兩個很重要的關鍵 但是最重要的關鍵 在於兩千三百六十萬 臺灣人民的心 你們希望自己 處在一個什麼樣價值的社會 你們希望你們的孩子 孫子 將來 是在什麼樣的一個價值的社會當中 去接續我們對他們的期望 我想這個是臺灣人在這個時候 要好好思考的 好 很多觀眾朋友 關心我們 英國 美國部分的官司 有一些朋友們 趁著今天這個黃道吉日 去遞狀了 我知道 我先暫時保密 我們在海外的訴訟 鋪天蓋地的進行 臺灣的訴訟呢 目前看起來在痴案當中 接下來呢 我們要連線的這一位是 我一直很感謝兩位 在臺灣這麼多的律師 有這麼多號稱人權律師 這麼多號稱公益律師 敢揭論我們的案子 站在我們這邊的 真的寥寥可數 謝謝以下這兩位義務的律師 謝謝張靜跟李政華律師 來 我們來連線李政華律師 李政華律師也是台大法律系畢業 也是我們很多 今天在追論文門的 貴賓當中很多人的學長 來 我們來連線李政華律師 你要把那個麥克風打開喔 不然我們這邊是看不到的喔 聽不到的 好 我們現在只看得到 你的額頭 所以你的麥克風沒開 好 那 現在聲音就來了 對 好 李律師 你在車上嗎 是的 是的 往國安局的途中嗎 對 好 你可以講話 現在可以講 沒問題 是的 我們 我們 李文強 李教授 還有我們敬愛的這些前輩 各位 博士們 好朋友 大家 午安 我覺得我們要不要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個案子 剛剛李文強教授真的分析得非常好 就是說 我們這個案子 在英文到底有沒有博士學會 有沒有喜歡博士這個案子呢 其實 剛好 因為 因為 橫批的帶領跟我們大家一起努力呢 讓我們發現 台灣的各個層面 在民主法治的各個層面 其實都還相當的不足夠 非常需要再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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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 這件事情 因為它可以顯現出我們第四權媒體 在我們台灣社會的狀況 它也顯現出我們 司法部門 在我們這個 追求師真相 的過程裡面 它的表現狀況 還有 我們的行政部門 中央等等單位 政大 他們做行政機關所表現出來的態度 還有方法 以及當然 很重要的 包括 有權利的人本身 是立法院的 人民代表 國會議員 這些在 政府各個部門 有權利 表示意見 包括監察院等等的 我們都發現 在這個蔡英文論文的檢視之下 真的是 就是 醜態百姓 就是步履藍山 然後 其實是 容易虛威權 然後 非常喜愛權利 跟金錢 對於 抽象的理念 中央的價值觀 包括公平正義 誠信 真相 這些事情 顯得比較沒有 不重視 而且 認為只要有權利在手 有財務可以取得 這些東西都變成次要的 所以這件事情 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是覺得 這件事情很值得 我們大家再繼續投入下去 去追 把真相找出來 為什麼 因為這一路下去 我們會 讓司法部門 讓媒體 包括讓 產官學界等等 都可以感受到 我們的 從追不捨的努力 從這個過程裡面 因此能不能促成我們整個 這個 剛剛我們所提到的 各個大部門 對民主法是很重要的 這個守護 部門 必要的部門 希望他們在自由人杖 在法行的 這個 合法的要求 權利的施行部分 能夠有長處的進步 特別是媒體 我們很簡單 今天這個 這個案子 其實 最關鍵 無法追究下去 很難追究下去的原因之一 就是因為主要是媒體 媒體被我們執政黨 幾乎都收編了 都收編了 或者說因為 卻以 執政黨 這個完全執政的 這個權位 勢力 因此 也都不敢表態 不敢作為媒體的責任 去追求真相 去討論這個事情 傳遞這個事情 所以 這種情況下 這是我們這個 蔡文明的案件 無法 在 讓人民 廣為 這個了解 或是 互相傳遞的 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就出來這個媒體 那幸好我們 彭P也是媒體人 所以 至少在這個點上 我們不會失去的希望 那所以 從這角度看我們是不是可以樂觀一點 我們大家真的是任重道遠 在這個案子的參與過程裡面 我們竟然有機會 把整個台灣這個國家 作為自由民主法事國家 秩序的一個狀況 全部都顯現出來 然後透過我們的參與 可以慢慢去改變 對這些應該改善的媒體界 司法界 行政部門 全數界等等的 產生的一些影響力 從這個角度看 我們應該要歡喜 樂觀的繼續來把這件事情做下去 所以這是我對這個 論文明案件的整體看法 那在訴訟的部分 目前我們有 有四個訴訟在進行當中 就是蔡英文告我們的 然後我們訪告她的 然後論文明案件 還有我們自訴 這個投資本發言人士張忠涵的案件 那這個案件裡面至少有一個案子動了 目前有一個案子已經動了 就是我們告了張忠涵案件 那總是你看吧 我們這個案件裡面 碰到四個法官 總會碰到一個 比較可以按照正常程序 然後來把這個事實 是不是做部分的調查或怎麼樣 還有就是說我們還是有所寄託 還是有所期望說 司法對這個案件能夠做一個調查 所以應該是值得我們繼續努力下去的 我想各位前輩付出這麼多 各位好朋友這麼努力 特別是彭P他的精神真的是令人非常敬佩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個團隊 繼續應該有值得繼續努力下去的必要 以上是我更的一個小小的心得跟大家分享 謝謝 特別謝謝李律師 在這個這麼多沉默不語的人當中呢 他的見義勇為喔 格外是我們在黑暗中的一盞亮光 其實各位全球宇宙政經學院的同學們 德不孤必有靈 千萬不要以為我們是少數 過去的一年當中 政經關不了有超過六千多萬的人收看過我們的節目 所以我們不是少數 德不孤必有靈 大家加油 最後我們是不是再請教一下 這個童文勳律師 還有林環江教授 還有王泰澤教授 最後ending給我們全球宇宙政經學院的同學們 一點打氣跟勉勵好嗎 先從童文勳律師開始 好 謝謝大家好 其實堅持下去真相總會出來的 因為歷史在我們這一邊 所以我也要用這個郵報的這個案子 這個美國大法官所說的就是 其實媒體應該要為人民發聲 為人民服務而不是為政府服務 那既然現在所謂的主流媒體 都已經失去了上市這個媒體的責任 那我也覺得這個自媒體 尤其像政經關不了 我們童文層在努力的這個工作 有更多人要加入 自己來做自媒體 發出更多的聲音 把真相散播出去 要靠大家努力 謝謝 好 謝謝 也請大家多多的來訂閱 待會兒看我們節目 就趕快去訂閱童文層 來了解一下這些 這些黨國大佬跟餘孽們的青春故事 他們的年輕時候 年輕歲月怎麼跟我這麼不一樣 講到不一樣 我跟蔡同學的發基地 我小時候出生在什麼地方呢 我出生在林森北路長春路口 就是台灣台北市著名的風景文化區 所以我跟蔡同學的家 直線距離不到100公尺 我也好處逼啊 真的太容易說我的好處逼 來 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連線林環牆教授 對議論文的調查 我還是信心十足 我始終相信 一切事物都有裂縫 光一定會照進去 光一定會照進去 大家要有信心 好 就這樣囉 好 謝謝 那麼請王太哲教授 謝謝 好 我也先說 我小時候住在什麼地方 我小時候住的地方 是現在 從律師非常感興趣的 屏東萬丹 三明水秀的萬丹 好了 我有一句話獻給大家 老王賣瓜 自賣自誇 因為我的座右銘是人事紛爭難解的原因 全錯在忽略事情開始時 簡單做得到的頭一步 所以大家在每天生活裡邊 注意這一點 是有很多事情 很多雜亂的事情都可以避免 這是我二三十年前以來的座右銘 不是跟小英完全沒有直接的關係 但是你看 說中了 謝謝你 謝謝王太哲教授 謝謝王太哲教授 那李律師呢 有沒有很簡短的 要跟我們大家勉勵的 可能身上的聲音效果不是很好 沒有關係 是在偷我嗎 對 是 就是有沒有什麼要跟大家勉勵的 一路來呢 其實我們都是在follow彭培林的節目 其實在節目的尾聲的部分 給我們介紹了盛心的很多非常鼓舞人心的話語 所以我想我們竟然是站在這個正確的道路上 然後心中也有信仰 上帝的這個指引 跟這個大能 會幫我們開路 那我是覺得 嗯 就是一樣抱持信心的 審慎樂觀的 繼續把這個事情 該做的部分好好把它做下去 我覺得應該 應該早晚這個事情 現在當然這個真相 其實大家都知道 現在等於是說 我們沒有機會把這個相關的證物 在這個有權威的機構裡面 做一個完整的論述 現在是就差這一點而已 那這一點如果說 有權威的主管機關能夠加以這個認證的話 其實這個案子就over掉了 只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所面對的對象是 台灣最有權位的總統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一定是經濟會不斷的 各種障礙啊 經濟會不斷出現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把它排除 一個把它排除 盡自己能力來做下去 那當然訴訟部分呢 就是現在分國內跟國外的進行 那國外的部分 我們也有比較大的期待 那國內的部分呢 這個告了人家 結果呢 這個讓檢察官都不開庭不調查 這個案子也超過法定的期限 八個月了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進入監察案去 檢舉 就是要懲署檢察官 如果這個動作能夠有一點出來的話 也讓我們後面的案件的審理 會比較稍微有一點影響 會不會比較正常化 凡事簡單講就是說 這個案子非常值得大家繼續努力的 那我們抱持的希望樂觀 然後努力的去把它一步一步走下去 有時候也非常榮幸能夠跟大家 包括我們通訊律師這麼努力 他是最早把論文本身的加以結果 很清楚的跟他的期刊做一個連結 這顯然就是根本是造起來的東西 那希望大家一起都再努力下去 謝謝 好 謝謝呂律師 又到了夜深人靜的時刻 今天真的是夜深人靜 我們用聖經的哥林多前書 跟大家互相勉勵 愛是恒久忍耐 也有恩詞 愛是不嫉妒 愛是不自誇 不張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處 不輕易發怒 不計算人家的惡 不喜歡不義 只喜歡真理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盼望 凡是忍耐 愛是永不止息 祝大家晚安 在我們的節目片尾呢 我們要為今天這個光輝燦爛的日子 獻上我們的祝福 那我的畫面呢 用的是四年前的今天的晚上 我主持了蔡同學的國宴典禮 那我們用這個畫面呢 跟大家做一些回憶 這個只是當時已枉然 所以此情可待成追憶 各位同學 明天見囉 祝大家平安喜樂 明天見 謝謝大家 大家再見 拜拜 中空江湖 明是安慰你休息 明是世界你為人 中空江湖 明是自由你登航 明是民主你常常 明是民主的常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